所以你看它的PE 和成长 和价格 或者价格 或者价格 这四个组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些晶联的公司是有价值的 几年我一直形容港楼都是鸡 住宅都是阴跌 但我觉得它应该阴跌到有底 你对办公室真是很大 各位好 我是蔡金强 Oscar小金人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大家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NVIDIA代表一个世界的潮流 它是一个删一轮的技术革命 但这只股大家都炸得很实 因为这只股现在是股王 差不多是股王 5月22日出了业绩的对板 它1Q的上线是260亿美元 比预期更多 盈利亦比预期更多 好像每股是6点多美元 它1Q的结果 之后市场反映多好 其实最重要是拆股 170亿美元 第二件事是 CEO Jackson Huang 有提及了未来的走向 除了H100、H200 它有很多B100、B200 新的货币会出现 新的货币会出现 另外那四大公司 例如Amazon、Google、Microsoft Meta这四个 出现今年的CAPEX 好像是1,770亿美元 比预期更多 它们的CAPEX 其实变相是NVIDIA的收入 因为NVIDIA的收入 收入有四大公司 最多的是数据中心的需求 佔了整个收入 收入差不多85% 而最大的数据计算 最大的客户就是那四个 所以这些人 为何对这股市 始终疑一 好像是很严重呢? 就是因为 人们看到主要客户的CAPEX 亦是能力的需求 比双方强很多 其实原本股市 这四五个最主要客户 今年的CAPEX 是1,200亿美元 最后是1,770亿美元 比预期更多 而这四五个客户 佔了数据计算中心的 那边的收入需求 差不多有3-40% 所以很重要 今次是对版 另外它有出现 因为以前的HOOPER H-100 H-28 现在它有些 展现了新的东西 给大家看 未来它想如何 而且它有 智力推出了另外三个 新的架构出来 即是NV LINK Infinity Band 以及E太宏 所以它有提到未来的图片 大家便移动了 认识 以前是担心 这一两年的CAPEX 结束之后 会否就收工 现在就是 似乎在未来 就不会收工 所以这只股 仍然是一只股王的 以及一个信念 以及代表一种 大家对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一个信仰 但是胜在就是 它除了信仰 和信念之外 它都有实数 在香港不太多科技股 香港所说的科技股 其实是科网股 是科网股 其实是没有高科技可言 其实它是一种 现时代的一种 网上的消费公司 所以在我们公司 自己内部归立的话 这些阿里巴巴 京东 拼多多 这些公司 或者快手 或者腾讯 我们是归立 consumer组 不是归立 科技组 科技组是另一组 人 所以它不是科技组 是我们自己觉得 它是科技 但是这些公司 玩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它是玩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它在4月18日之后 这些公司开始 表演得很好 尤其是腾讯 美团 甚至最近的拼多多 都是很好 是因为 之前大家担心 中国的经济好像很差 这些公司 大家觉得 成长好像完全没有了 后来大家发觉 不是 成长还还好 尤其是拼多多 它那个业绩是经营的 它是凌争的 它是凌争的 当然 巴巴和京东 那些都没有那么厉害 美团 也没有那么厉害 但也有成长 而且它的价值很便宜 像拼多多 它那个PE 其实是十八十一倍 像费售那些我估计 九至十倍 巴巴那些都是八倍 所以它是一种 有增长的价值 所以它其实不是科技股 现在用妄想行为 去做生意的公司 不视之为科技股 因为这个其实是 跟现在大家的家的小朋友 一样 其实全是拿着电脑 在工作 其实它不是叫科技小朋友 它是很便宜的 首先它没有二十多倍 腾讯现在是 FORWARD一年的PE 是十六七倍 是没有二十多倍 小米我估计是十七八倍 应该是八倍多 然后京东拼多多这些 和快手都是接近十至十二倍 所以是没有二十多倍 而这些公司都有若干的成长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看PEG 假设那间公司的PE是20倍 而成长有30% 都是市值位平 假设那间公司是十倍PE 而盈利是负增长 都是贵的 所以是看PEG 其实NVIDIA的PEG是1.09 所以它是1.1度 所以它不是很贵的 即是你的盈利的增速 relative to PE 其实是可以的 而我刚刚说的那些公司 即是富士生物美断也好 腾讯也好 巴巴是比较例外一些 其他那些公司 其实它的PE都是十凌倍 它的盈利不止十凌个百分 它的盈利成长有可能十几二十个百分 你打算追败的那些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看PEG 那是可以的 所以外资为何肯回来 就是这样 其实今次高波的账本基金 是领先过本土基金 本土基金包括本土的Hedge Fund 或账本基金 其实到现在都世神疲怨 是觉得买五五六手 之所以买五六手是因为他们在背景 不是说这些公司真的跌不到 所以你看看它的PE 和看它的成长 和看它的价格 或者看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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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四样东西 组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些英联网的公司 是有价值的 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 它在四月十下 它扯上去 扯到差不多是上星期五 它大概 恒生科指它升了22%或23% 另外那两个指数 我估计是十多 其实它升得太急 那些200天算都爆了 全部突破了 那些二百天算都爆了 全部突破了 那些二百天算都爆了 那现则上 它就要有一个改正 而这种改正 它升得太急 其实你怎样都要将 那些则上升的部分 扯到40%至50% 所以你大概会得出结论 就是如果科指 升了22%或23% 扯到四剩左右 那你就要扯到八至九个点 而上星期扯到多少个点 上星期二色年 跌到八个点 所以这个星期 今天重新弹回1.7 所以我计划的是 调整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上星期跌了八个点 之后 其实它只要再跌 一点几个点 就是二百天算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基础价格还可以 价格还可以 之后再看看 基础价格和技术层面 其实它是很接近 调整完成的底部 中特古 中特古其实无所谓 我自己的名字叫Oscar 我也可以叫Kenny 所以其实无所谓 它名字叫中国特色的古籍 其实它也可以叫韩国特色的古籍 或者日本特色的古籍 其实这些东西背下是有意思的 其实它和我上星期大部分时间在日本 之前都有去韩国 都是去看公司 其实现在大家推崇的都是一种公司 就是有公司 但是那间公司的ROE是好的 和持续改善的 和Case 4是强的 然后Dividend Payout是好的 不追求NVIDIA或是爆炸性的新革命 就是推而靠其次 就是本分 OK Case 4很强 肯分享 其实是这样的 日本就是 不知替他说 日本的corporate governance 治理公司 韩国又改了名字 中国又叫中特古 所以有人叫Kenny 有人叫Oscar 其实背后的东西差不多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将它想成 是偏政府背景的公司 尤其是央企或国企 Case 4很强的 商业比较弱 但又比较稳定 但又肯派高息 所以就是这样的 这个概念仍然是 持之以行和含之有效 而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 包括日本和韩国 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停加强 甚至在美国也有 这有争议 我觉得中特股 不完全等于高息股 高息股反映的是 中特股的其中一部分 特质或性格 中特股一定要很稳定 稳定得来 在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情况 而在中国 如果要说稳定 首先政策风险要偏低 才叫稳定 第二件事是 尤其是政府的政策风险 对你影响较低 才是视之为稳定 第二件事是 Case 4真的要强 你真的要在家有钱 才能跟人分享 第三件事是结果 你家有钱 而你又很敬虑 你才跟人分享 先派高息 所以高息只不过是 第三或第四个阶段 但高息股 我觉得不等于 值得推崇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在家 狂到联储 你又很喜欢分享 你便很麻烦 其实地产公司 最喜欢分享 一生都是债 跟你分享 他都派高息 恒大曾经派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最喜欢是许老板 最喜欢分享 最有点 债也跟你分享 所以你真的要有减的实力 减很强的稳定性 有很强的Case 4 很喜欢分享 这才是好东西 而如果跳过前两件事 而跟你分享 你优能也是买东西 你优能也是赚息 亏加 最后你买了恒大 会有何下场 现在就算是香港 还有很多本地股 也是派高息 那些好吗 当然他们不至于 那时的恒大 或公司 很特别 但也未必是一个 真的好的选择 因为我比较严格 我一定要接近六厘 五厘多六厘 因为联邦基金来到5.25至5.5 如果买美国的那些 20年或30年的国债 没有方险 他也不利 你没有5.5至6厘 即是Risk premium 那为何要买呢 就算买美国的那些一年期 很厉害 所以严格上 你如果没有5A的dividend 你也不好意思叫自己高息股 你高什么息 我买美国国债也有这个价 但就要看情况 如果A股 就不用高息 因为国内是面对减息的情况 痛缩的情况 所以他们对dividend yield的要求 就相对松动一点 所以你见A股第一高息股 或者中特股 就是叫长江电力 它3.5%还是3.7% 而香港因为你限制 你那个负贸政策 底下受到美国的 基本账金美国 所以你的要求就要5A以上 A股我觉得是3A以上 是至为高息 我觉得算便宜 但这是鸡勒 这几年我一直用港链 都是鸡勒 就是你如果想自住 那也可以的 那你以任何投资为出发点 其实就是顺鸡勒 没有意思 因为它短期之内 其实是升不起的 你见到2月28日 即是A切勒之后 到现在好像9个星期 还是什么 它上个星期 一手成交友 再跌到60宗 其实60宗 是这9个星期最低的 其实它切勒之后 曾经最劲的时候 一个星期的星期 一手楼可以买五六百套 现在又跌到60宗 所以你见到 那段时间之后 那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是没有什么 但我是否很悲观 为何我常说那些鸡勒 其实当我本身有些情意结 是不想它跌太多 因为这个地方生活 你当然不想它跌倒 第二方面 其实它升不起 但又不是跌太多 所以港链是很尴尬 香港链是很尴尬的 它之所以又不会跌太多 就是因为它供应不算太多 所以我自己觉得 所以我包括 是切勒之后的感觉 和现在的感觉 都差不多 我还是觉得它切勒之后 那几股虚伙 即货业三部 假设三月份 一个月成交四千套 四月份 可能二三千套 之后就收工 我那时对它的判断 就是三个月货仔 现在确实是三个月货仔 收工 所以我有时 一些东西不是很根据 一时一刻的东西 因为我通常对很多东西 都是很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它是三个月货仔 之后就留意平淡 今年全年的成交量 我估计是万六至万八 涂比去年好 一手成交 但也好不了它去哪里了 好不了它去哪里 但冷却之后的价 又会重新展开阴跌 但它又不会暴跌 它的阴跌就是和你 阴跌几个百分比 你见现在中研CCAL 二手大屋苑 又跌回143 我估计是六月跌破144 但你又不用害怕 它可能只跌几个百分比 后面又不知有什么政策 所以它很窄幅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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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 所以你便很尴尬 所以如果你是自住的 便值得 因为现在的租金其实是贵了 其实你现在的租金汇报率 其实香港的租金汇报率 其实是有2.2%的 其实是好不少的 所以就变成 假设你有实用价值 而你有 都能够付出的话 便可以的 但如果租金汇报率是 吹华会慰光反照 或重拾辉煌 其实是没有的 他之后应该有 一段颇长时间 都是回归需求的 但如果在香港 扭闹的三四楷的东西 例如说 雷瑟丁帅 其实是偏好的 他处复微微向下 然后 办公室和商铺便出事了 我估计应该是腰斩的 腰斩不脱的 所以他的感觉是没有变 如果有时看我2-3年前的感觉 其实我对港楼是这样的判断 所以没有变化 所以当时 我对香港有一个判断 就是香港未来会更好 但香港也是一个零点七版本 因为以前是一个东西风的 例如融合 现在MNC公司 鬼佬走了很多 这是比较难 你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 这是用一些善意的意愿去解读 所以这对住宅也还好 但对办公室真的有很大力量 因为办公室应该 尤其是高级写字楼的办公室 是连接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它是用3厘多跳到5厘多 所以它的货币价格 应该不见一半 最少 应该是很善意的 所以住宅也是阴跌 但我觉得它应该阴跌到一个底 甚至深圳最贵的 像后海那些 其实它多20万人民币 1.2m 而且它不是实用面积 即20万 倒上去变成24万 除10 即是24.4 深圳最贵的楼大约是24.1呎 还要是人民币 再剩港币1.1 即深圳贵的楼大约是25.5至27.1呎 香港贵的楼大约是3.4万 其实现在香港贵价的楼 即使是帝景园 现在推出来也是4万左右 这也算是很厉害 也算是豪宅中顶级的豪宅 也算是4万多 而且它的装修也算是很厉害 所以你发觉香港现在高级的楼 就是比深圳大约贵 50% 50% 可能以后到40% 或35% 但我觉得也算是基本合理 因为它很擅长投资 当然是租好 因为你租的楼大约是2.5%左右 而你现在拿那些钱去买 没有风险利率的美国国债 你也要4-5% 所以假设那些人 很懂得钱滚钱 他当然是租好的 但你怎知道他是什麽人 如果那个人是普通的街坊 他念美国国债 他买不到 所以这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香港的楼 现在就变成鸡肋 如果你有需要的 结婚的 刚性的 而你也有承担到的 那你就买 否则你想投资的 就没什麽意思 而对国内有些人 也有吸引力 因为有很多国内人 的小朋友在香港读书 或者是 拿到什麽优财 高财 其实现在香港的楼 相对国内的楼 计算是好些 香港的楼有2.5-3% 有些人说2.7% 那些楼 其实你的楼 市场是否吸引 如果是基础 是看楼 都有2.5-2.7% 国内的楼是1.5% 所以我身边有真实的例子 是售书州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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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细小一点 博士相报 如果用借购的角度 是可以的 第二件事 假设它转得出来 我不知道中间如何赚钱 它便买了一个 美金的资产 其实人民币是有升值的 因为资产配置 当然中间不是自由地调来调去 但有些人有办法 假设它能调到 就一定有好处 因为人民币在过去几年 每年相对美金 都贬值轻值5% 少值3% 展望未来都要贬值3% 为何一定要贬值 因为国内不停还减减色 您uck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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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去